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录下这条片的时间是2021年的6月29号晚上 就话说在最近出了 你们现在看到迎光幕这单非常之震撼的消息 而更加震撼就是说 在昨晚即是2021年的6月28号晚上 我就跟客人做一个大批 然后就见到一些非常之震撼的结果 我在各大平台Facebook, IG, MeV 甚至是YouTube的community 都是出了给大家去看的 好 但之后就有粉丝去提我 原来早享又是今年了 2021年的3月18号晚上 当我上卖部工房的节目桂坛2.0的时候 我已经是将这件事是预示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晚是见过很多这些很漂亮的图 首先我说打疫苗 记不记得玩过这个游戏 玩过这个猜猜疫苗什么时候打的游戏 还有很多这些七彩颜色纷纷的图 记不记得 原来我在那晚预示过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非常之震撼的消息 大家不妨去重吻看片 人民的财政的钱的流动自由 就会受到限制的 尤其是哪里的钱呢 是我们说一些叫做遗产 就是不会说大家有什么遗产 但是它也是说一些晚年生活 你会用到的 MBA Flow 是的 正确 对 就会没有给你了 草牌是不是说 你如果是用这个Blo 你保持我的护照 有机会是拿不到的 是的 不可以用这个来做理由 是的 而拿钱走 癡癡癡的 我开始不是我的 真的癡癡的 真的生气 是的 这件事在升盘也是看到的 OK 领爆消息可谓陆续有例 关于渔村的艇价 我早在2019年已经开始说 by the end of 2022 渔村的艇价是会完全反艇的 然后在今年2021的6月 我又做过一条 即是一个直播来的 是的 是一个直播 叫做渔村十月 就讲渔村十月的风暴 但是呢 那个期徒是叫十月 但是呢 就说其实早于9月中 已经会开始有些 慢慢去显现 有些能力开始启入 然后去到2022的1月 我没记错 1月28日 对18日 那些有个八字 OK 然后去到2022的7日 那渔村呢 渔村就会大阪艇 那些渔村 那 这些消息 其实 最近已经不断得到验证 那大家看到这个底图很久 大摩估计最坏明年 就是2022的年底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 下跌20%的 那继续了 也都有一些地产商 受规管的消息 其实就是在9月中开始爆 那所以在我再早些 6月那个渔村10月的直播里面 我已经是预告了 9月中会有一些 去收地的消息 然后它是会 威胁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新闻 是威胁到那些发展商 这些大财团 对不对 哇 甚至看到我们 这宗新闻说 原来是恒基 恒基地产 是拥有最多的农地 会搞这些大财团 但是原来原来 在更加早 again 就是今年2021 3月18日 又是我想 买部工房 怪谈那次直播的时候 ok 在这个节目 我已经是开宗明意 就是说 接下来 一些大财团 还有最重要是 乡新父老会被动 会被收地 会被严禁套钉 ok 大家可以看到Sandy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很搞笑 而 在今天 6月29日 竟然看到一宗这样的新闻 上水 乡市委员会主席 侯志强 乡新父老竟然说 祠堂都可以卖 竟然说 新界人可以作出犧牲 说我们真的要对元朗国的人 真的要对他们鞠躬致敬 他们竟然肯配合政府 大家可以读在这里 多家人传媒近日 隐消息指政府计划提出修改新界条例 降低新界租堂地的转售门槛 只需要集齐八成的业权 同意就可以转售租堂地 blblbl 然后主席侯志强 上水 其实上水能不包括元朗国的朋友 总之都是新界的坏头佬 就说要欺牲我们都无可厚非 都会是配合政府的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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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些事情 早于今年的3月18日 这一次的节目 我已经是有讲的了 我们又可以去片去回顾一下 by the way 在这里做一个承清一下 我今晚在我这条youtube片里面 所有用到 武功防贵痕2.0的重文片段 全部都是经过他们的手痕 因为我免得有些侵犯版权的问题 OK 在狮子座 狮子座是在达五的位置 是的 外面有两粒橙色的太阳和水星 这个是榴莲的日水 是和里面的蓝色的金星是合的 是 榴莲日水合明金 好了 在外面来说它是在四宫 在里面来说它是在五宫 是的 那就会发生些什么事呢 而且你看到它这个合成品 有条很厉害的红色线冲向对面 是 好了 就是说任何一些不动产资源 的商业投机买卖 是 很明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四宫 四宫是说不动产 说土地 水星是说商业交易 金星是说金 有名叫金融 那些东西 施子座是说投机炒卖 这些东西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会冲 而令到大家是不得不正视 是 它再不是一个小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是将很多东西去曝光 那水星也是将很多东西去流通 就是有很多很震撼的消息 大家会跟它说 喂 小心啊小心啊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大家会很害怕的 那它是冲向哪里呢 又是值得我们开心 为什么值得开心呢 我稍后会跟大家说为什么 好了 它就是冲着水平座 那粒天王星 在水平座踏着一个位置 OK 那然后呢 那个妙主天王 那这个天王星呢 在内宫呢 其实它是在十一宫 然后在外宫呢 是十宫 好了 十宫和十一宫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一些政党政策 OK 那你说因为这个地区的那个政策 有些突然的改革 而影响楼价 那当然这件事不是值得开心的 但是值得开心的之处是什么呢 一些党派团体的利益 OK 它未必是地产商 而是政党 或者一些黑社会的利益 可能因为 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而令到那个楼价是低了 我本身都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真是很巧 真是很巧 不知道前晚我有个朋友 在一些WhatsApp工作 就传了一条连续 就是亨昌集 曾经有一集 就是他分享了 就说什么兔丁 嗯 一些丁权 是啊 丁权其实是否由很多 那些党派去把持 嗯 可能就是 这个地方的 那个政策 不再被你们兔丁了 或者会收回土地产权 明白吗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刚刚在这一天 今天还是昨天 嗯 超人 是 法律超人 是 就是出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是 就自己解决 不要搞到要爺爺出手 嗯 如果爺爺出手 就有重创你们 是 那他应该大致上的意思 因为我没有细心看 因为他说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是 大致上就是说 就是 现在牵涉到的应该就是 一些新界乡生 那些乡黑 这些利益 正如暖男性说 就是说 就是关于一些可能土丁 刚刚最近才起了个 是啊 土丁 丁王 那你究竟会不会 一路一直在那里 躺躺躺躺躺躺摸呢 是 然后一网成琴 起了他们 不让他们再做这件事 而且很明显是想打的 是啊 明显 你知道我们是优良的文化 不是 他们经常都不理解这件事 好消息 真是没完没了 早响 2020年 已经到去年 我忘记了什么时候 我想是夏天 Anyways 好像是夏天 是六七月份 Anyways 有一个直播 叫做全球华人只需知道的三个语言 或者三大语言 你们去YouTube一找就会找到 在那里 我就已经说了 2021 今年 全国的重点 是 爆金融债务 当然我们最有名的 就知道恒大的 这件事情 但其实 不止恒大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例如 容创 还有最近凯寒 凯寒也说 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消息 而 在当晚 2020年全球华人的直播 我不断强调 发生事故的 会由哪些地方开始 在北面 包括首都 和我说那些地方 基本上是首都北面 和一些东北的地方 果然 果然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最近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停电 停产的消息 发生 其实 你们长城 其实你们可以两边互相去听 你们不妨听我自己 YouTube 2020的直播 全球华人的直播 专门听2021 全国会发生什么事 但又可以听2021 今年 3月18日 我想 卖部官方 怪谈2.0 那个节目 我都有说 2021 长国发生的事 你们可以互相 两方面都听 互相去认识 还有两方面我说的 重点都有些不同 我说 其实 今年那些地方 会有一些金融 会影响了他们的 production 他们的交税 或者会影响了他们的交通 运输的状况 这个 我在Sandy的节目 有说的 OK 果然 就是因为停电 而令到很多工厂的东西 会发生一个停产 那关于金融什么事 其实最近就有很多分析 为什么 会无端端停电 是不是真的为了环保 其实不是为环保 是真的金融 那个钱 他们不够外汇 去买煤炭 是的 因为 我都听到 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好像说 之前是买奥增煤 因为奥增煤炭 就很漂亮的 但现在 太怪 又不够外汇 就糟糕了 OK 那这些东西 果然是全部 都在密密发生 然后 我希望大家 这个时候 就是怎么说 可能你听到 会有点心良 幸灾乐和 但我希望这个心良 幸灾乐和 是转嫁在 一些压迫人的那些人身上 而不是一些受压迫者的身上 畢竟 你想想 那些地方 冬天 很冷 其实他们也会有些无辜 我意思 我们不要一足够大事一船 因为在里面的人群里面 都会有些少少无辜的人 当然 有些人一向很愿意被人去压迫 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因此去生起一个 慈悲心 然后 全部这些东西 我早在去年 夏天 六七八月 全球人只需支度的三个月 的直播里面 都是有说的 最后 有些少少事情 想和大家 让大家 留意 我知道 我很久都没有出过直播 也没有出席过很多 节目 我今天和Sandy 通讯过 其实我知道 很多人都很想着我 我在夏年 2022 就会再上 买部工房 怪弹2.0的节目 就和大家 去 讲解一下一些成长 讲解一下 下年要注意的事情 OK 大家就不用太过挂心我了 在强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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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些关于投资 借贷 借款 一些外国债务 就会开始爆了 由什麽地方爆呢 不好意思 我嘴里有点干 沙点抹城在那裏 我先喝口水 好了 强国在2021年 有个Facebook 不知道在说什麽 我最后先回Facebook的留言 因为都比较多 好了 2021年强国投资借贷 外国债务 就会开始爆 由什麽地方开始爆 由北面开始爆 北面北面北面开始爆 好了 2021年强国会爆 刚刚说的金融问题 金融问题 简而言之 由北面开始爆 北面就是首都 接着哈尔滨佛教大学 北面那裏 你们自己去看强国省份图 哈尔滨佛教大学 还有沉吉林茶 沉吉林 沉吉林 还有城吉思汗 城吉思汗那些地方 相信这些地方 就开始爆一些债务问题 以及看了其他一些charts 一定是关于一些外部的其他国家 和他们有一个对着缸 去玩起他们的意思 所以他们开始爆 好 2021年就基本上是这样 哈尔滨佛教大学 其實我不是說了頭三個字 其實就是頭三個字 因為我不想不讀法網 我不想被人抓 我不想被人抓三十六小時 所以我不敢說名字 畢竟說我不知道有什麼罪行 其實是蝦蝦蝦蝦 那些地方就不免 你們自己看中國 看強國省奮鬥 然後2022年